歡迎您再次收看給你點上新燈 首先我們來歡迎聯名喪屍 喪屍好 第二位我們來介紹的是聯來喪屍 再來歡迎的是來自印尼的聯祖喪屍 我們知道這個聯祖喪屍對不對 來自這個印尼 那我們聯名喪屍聯來喪屍 在我們真佛中的東南亞的幾個國家道場 紛紛的去這個弘法 對於真佛中的這些修法的這些道場 你們是不是有一些 每到一個地方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其實在新加坡那裡我們以為 我們只是那樣 以為 以為 過後還發現原來是在弘法裡面當中 是非常好問的 然後在馬來西亞的 就另外一個情形 大家很熱情 很熱情 非常熱情 就是聯名喪屍聯名喪屍 沒有吧 聯來喪屍聯來喪屍會 然後馬來西亞 對 所以來到台灣 我是覺得台灣的同門會比較穩重 比較穩重 穩重 大家都很有禮貌的 就是 該問的時候問 該熱情的時候都熱情 哦 其實本身是這樣 不單只是每一個地方的佛水不同 其實整個佛教 當他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他也會很自然的跟當地的文化融為一體 就好像說這個佛教從印度存到來中土的時候 他被這個開元三代四就是不空金剛志跟三五位 存到來五台山的時候 他融入了 他變成這個台密 台密 很多人以為是台灣的密教 其實不是台密是說五台山 是中國五台山的密教 所以當這個空凱大師從日本來到中土五台山學了密教之後 再帶回 回去日本成立了他的高野山的時候 他跟日本的地方文化融入之後 變成了東密 當這個密教跟佛教傳到去釋將的時候 他變成是張密 當他純度去台灣的時候 好像正佛中一樣 他很自然的會跟台灣的文化融為一體 對 融為一體 所以我們是密教 但是我們也唱《路上戰》 對 我們也能高王經 密教本身沒有高王經也沒有《路上戰》 但是因為我們跟本土文化融為一體之後 很自然的會不一樣 所以當這個釋佛中傳到去馬來西亞 印尼亞 加拿大 很多時候他跟當地的人 人民的風俗融為一體的時候 很自然的就會變成很熱情的 所以說每個道場有它好的一面 很好的 台灣的佛學水平本身是比較高 因為它的佛學的氣氛很濃厚 而且是很開放 它每一個中派都是有一個對佛陀本身的恭敬 所以這些是佛法的也是很好 它的包容性也是蠻大的 好 那我們這個印尼的聯祖上司呢 哇 風塵浦浦 才從宜蘭看過來 這真的是我們看聯祖上司也是 令我們非常讚嘆 之前他是醫生耶 哇 竟然為了真佛中 為了弘揚真佛祕法 然後放下一切對不對 今天媽媽也坐在這邊 你好 聯祖上司媽媽你好 上司您來到台灣呢 現在是上司的身份了 您這樣看走了這麼些道場 您覺得特色在哪裡 我是很羨慕台灣的道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會 我覺得他們會懂得中文 後來那世尊的書每一次出的時候 就是會先在台灣先出版 那同門應該會第一讀到司尊的書 那不像我們印尼 我們印尼是比較難 因為我們不懂得中文 所以我們還要翻譯成印尼文 才能夠來看司尊的書 哇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同門很有福分 道場全部都是很有福分的 雖然是誇張我沒有福分 可是也覺得很慚愧 因為實際上我們如果真的有去到印尼 真的覺得說有時候也不是我能夠使得上力的 因為我不會講印尼文 他們完全不知道華語的 然後他們只會聽得懂印尼文的話 就完全要靠翻譯的 而台灣我們是直接出版司尊的書 然後大家又可以第一時間拿到師尊的書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上司覺得說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不過我們曾經看到這個聯名上司 他去莊嚴雷脏寺 您在當時說第一天去就看到 然後又有第二次又有第三次 到他們的談成情的時候就看到有 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 您看到了觀音菩薩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看見 這是跟開悟有關係嗎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跟開悟沒有關係 其實是這樣最主要的是 因為佛菩薩加持這一次的弘法心情 就好像一般來說我是這樣 我去每個道場都會參拜他們的談成 然後有幾尊我是個人會注意的 比方說蓮花童子根本上是的法像 我一定會故意去找一找一定是在中間 另外還有找我自己的本尊 還有看看我的根本護法 看到了這三尊之後 我一般來說都是閉起眼睛 就向他們更坦誠的佛菩薩去祷告 說希望可以這一次的弘法都可以很順利等等的 記得有一次了 其他的佛山我是比較小看 我是真的比較小看 很老實地講 那有一次去到這個某一個堂 去到某一個堂的時候 那我也是好像疫情一樣 就看到根本上是的法像 然後看到我的本尊 我的護法 之後我就閉起眼睛了 然後閉起眼睛的時候 就看到一尊很大的 那個蓮華森大師坐在前面 那之後我沒有故意地去想 很自然地就會出現 來加持這一次的同修開示 那之後過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道場 以蓮華森大師為主尊 已經有二十多年 所以這是很靈光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的功德 是因為根本上是有加持 我們這一次的弘法行程 還有佛菩薩有加持 所以本身來講 我們弘法人員也是抱著一個心態 所以說 如果是自己看到的東西 沒有利益到別人的 我們不會講 這個好 如果可以利益到別人的 跟自己沒有關係的 好像看到蓮華森大師 對我自己沒有什麼 對我沒有 但是可以利益到別人 可以提升他們的信心的話 這個我覺得需要講 但是不是因為說 我看到什麼我看到什麼 然後覺得別人需要攻擊我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很多時候說 開悟是智慧上的 智慧上的佛法 那看到什麼是有違法 看到什麼是有違法 因為有生滅 有生滅 那那個是虛幻的嗎 還是 是怎樣 一般來說 在這個佛法裡面 有所謂的看到我們的記性 還有看到外來的佛 如果你看到的不是你的記性 是外來的 那你看到的是外來的佛 不是看到你的記性 就像您剛剛講 以那個做準則 如果沒有什麼幫助 對別人沒有什麼 就不應該講 不要講了 那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大家都等著你說 你看見什麼 這是很多普遍 有些人弘法的特色 大家就喜歡聽 哪是因為可以讓他們 提醒他們的相信的話 是可以的 這樣人家也會認為說 他修的是不是很好啊 我們常常是用這種來 其實根本上是在最近的文章裡面 已經有講過了嘛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聽到 你可以通靈 這個是因為你跟佛菩薩 連連連連連連連系到 這個這個跟開悟沒有關係 跟開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想啦 佛菩薩要讓你看見 佛菩薩既然會讓你看見 跟你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了 好像根本上是已經講過 以前這個耶穌 所以說他抱在手上的羊 都是受傷的 因為受傷所以要抱在手上 當他已經沒有病了 他可以繼續跑的話 耶穌不會抱他 情況也是一樣 當你對佛菩薩的信 沒有很堅固的時候 佛菩薩會給你感應 滿足你需要得到的感應 但是當你已經很堅固了 感應這個本身不是 是受佛法的究竟 他不會老是讓你得到這種感應 因為這個會讓你壞掉 所以我們必須要 以佛的八正道 學因緣 世心地 還有大層的中觀正見 菩提心跟處理心 做一個標準 來慢慢地學 不要以感應來做一個標準 才是對的 以前師尊早期的一些書 談到這些比較多 起零啊 起零啊 有些像我們以前怎麼會 歸一的也是因為起零 那可是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就師尊比較重視的 就是怎麼樣去開悟 所以這樣聽聯名上司講的 我們就知道 聯名上司的境界 他開悟了 可是他看見於什麼 那個跟他的開悟 都是沒有關係的 那都是某一個階段 要利益眾生 而出現的一種現象吧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次謝謝莎維莎老師 謝謝 也謝謝大家